電影捍衛戰士這一幕 男主角湯姆克魯斯背上的部章 重現中華民國國旗 讓不少台灣民眾叫好 因為兩年多前 國外媒體才以斗大標題報導 騰訊出資的捍衛戰士 把台灣國旗從湯姆克魯斯的外套上拿掉 一度因為中國因素被下架的國旗 又重現大螢幕 背後原因是他 就時任國務卿蓬佩歐 其實因為這件事情 還特別跑去好萊塢 然後跟這個好萊塢的 這個電影製作協會 去跟他們講說 我們不能就是因為 這個中國的市場因素 就導致我們自己 限縮我們的言論跟表達自由 這是不對的 這是違反美國價值的一件事情 那事後呢 其實我們自己也聽說到 包括很多國會議員 甚至於行政部門 也持續的去關切這個案子 希望他們可以儘快 把這些國旗恢復進去 龐培歐為了自我言論審查 一度動怒 還呼籲好萊塢挺直腰桿 畢竟美軍的精銳部隊 卻由中國來審查 未免太諷刺 之所以會有中華民國國旗在上頭 是美軍為了紀念 美國海軍加爾維斯頓號巡洋艦 在1963年至1964年西太平洋執行任務 所做的紀念部章 當時中華民國和美國還沒斷交 因此部章上除了中華民國國旗 還有美國國旗 聯合國旗制上頭還寫有 Far East 63之4的字樣 美軍飛行員他會把一些 比如說我的單位的徽章 然後或者是說 比如說我飛這個飛機 飛了一千小時兩千小時 那我會有那種 等於是榮譽的這樣步章 那我會縫在上面 因為當時朝鮮半島 是聯合國軍在那邊防守 所以他會有這個 他有到這個區域 那另外來講 當然朝鮮半島之外 旁邊就是日本 所以會有日本國旗 那還有一個就是海峽兩岸 所以會有中華民國國旗 其實它的意義是在這邊 為了呈現電影的原汁原味 最後保留了獨行俠的步章 這項轉變 也被美國媒體形容是 最大膽的舉動 幾乎等同犧牲中國市場 甚至有影評人形容此舉 前所未見 美國國防部也有持續的 向這個製作公司 去關切這件事情 跟他們說 你這樣的做法 為了滿足中國市場 這樣的做法 可能不是符合到 我們美國國防部的 一個核心價值 所以其實無論是在政治 的一個壓力之下 或者是在軍事合作的因素之下 製作公司最終也把這個 國旗恢復